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課本來 繼續往下 也就是說國民主義跟國粹的保存主義 在碰到跟向文明去攝取的 淨淡化過程裡面 出現了一些知識分子的不同的聲音 這些知識分子不同的聲音 表現出來的是希望讓日本再往前推 我們現在站在台灣的角度 當然是批評這一些所謂的膨脹 護國強兵等等這一些欺負人家 侵略人家 這是不對的 可是站在當時代的日本 他們想要壯大的時候 從日本的角度他們的理由是說 我們必須要這樣子做 不然我們站不起來 一天到晚被人家欺負 這是兩個不同的想法 而這個歷史的問題一直爭論到現在 也就是東亞的一個亂源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那個戰爭是一個問題 領土的糾紛是一個問題 幾乎是無解的 你看他幾十年過去了 所以到現在講他這個無解 真的無解 那怎麼辦呢 我說穿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所有的知識分子、政治人物 或者是和平主義者講了太多了 有一些是理想 有一些是離現實很遠 但大家還是回到本位主義 回到民主主義來做一個訴求 就是不斷地在那邊重複 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這個我剛剛提到的就是日本人 也就是說這個山塞學令 國粹保存主義者 陸傑南 國民主義 他發行了日本 批評盲目地模仿西洋的文化 也就是說西洋的文化不是一定最好的 對日本人來講 而且他提倡說要追求日本傳統的真善美 這跟等一下後面我們提另外一個人物 叫鋼昌天心 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所謂東洋的覺醒、日本的覺醒 還有日本的文明是很重要的 亞洲的文明是很重要的 他基本上有一個對抗的意思 那個對抗的對象就叫做西洋 東西這樣子的用對抗的意思 那再來就是說提到這個教育直後 這裡面主要的就是講到忠君愛國 是封建的倫理沒有錯 也是傳統的儒家書講 所以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明治的時候 另外還有一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153頁 有一個叫做惠基巴素這個人 他也是主張說日本的國家精神的意思 他基本上就是說這個像明法這種東西 比如說這個跨國的明法學者等等 他們提倡的這些東西是不是適合日本 可能他有不同的一個意見 就是說如果把自古以來 像忠孝的儒教的這個文化拋棄不顧 然後一天到晚講這個很先進的東西 一下子就把西洋的那個思潮納到日本的社會來 其實他本身是沒有辦法贊同的 那在我們繼續看繁體制的運動裡面 有很多的個人的一些思想的主張 還有一些比較有名的人物出來 然後我們也陸續的跟各位介紹 請各位看這個第154頁這個地方 有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跟護人運動 那這裡面當然很多啦 就是我們提了幾個人跟各位介紹 高山丘劉這個人物 那他是民智時代的一個文藝評論家、思想家 當時他擁有這個博士 是早期比較少有的一位思想家 他辦了一個雜誌叫做《太陽》 這個提倡日本主義 那這個日本主義就拿來跟怎麼講 西洋的列強的帝國主義來對抗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文學家沒有錯 但是他也是一個文明的批判家等等 好 那這個下面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人物 那這個人物也許各位都很清楚了 到去年為止我們系上有一位老師 叫泰田登老師 尾達農夫先生 說不定你們上過他的課 有沒有人上過他的課 有嗎 有嗎 對 他裡面的專長之一 就是寫這個Yosa no Akiko 寫的這本書 最近 我已經大概去年寫了這本書 那我們 我想這個很有名 大家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他其實是比較怎麼講 比較希望跳脫傳統的 就是說其實傳統的社會 尤其是女性來講 其實在日本的社會被束縛的那個時代 其實相當相當的長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他本身是一個比較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一個人物 那最主要他提倡的有四個字 讓年輕人眼睛很雪亮 而且想要知道到底是什麼 這四個字叫自有戀愛 因為他本身就是自有戀愛者 他愛的好像是他的老師 而且愛得非常的深 我的印象裡面如果沒有記錯 他的小孩 他很喜歡小孩 他生了十一個小孩好像是 很多小孩 對 那當然他最後也很辛苦就對了 就是說這個人生起起落落 在最低潮的時候他是用筆庚寫作 然後就是賺錢去養小孩 可是他對於國家制度上的一個倫理觀念 在當時代他去挑戰 而這個挑戰是一戰成名 為什麼 因為自有戀愛在他提出來之前 大家是敢做不敢說 做也是偷偷地做 也是 不是很政大官民地做 這個後來成為一個 他不但是一個作家 他思想也很前衛 那他還是一個歌人 也是一個歌人 那所謂Akiko其實是他的Pename 就是他的筆名 那他的先生 各位看一下 隔壁那個就是他的先生 他們兩個共創這個文化學院 共創這個文化學院 好 下面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就是說有一個時代的潮流 就是日俄戰爭日本勝利之後的日本社會 是一個令產官學界都是非常抱有希望的一個社會 也就是說他贏了中國 連勝又贏了這個俄國 那麼日本人的信心整個都出來了 所以之後的一個日本的發展 一片前景看好 然後信心也都出來了 所以那個時候在所謂的教育來提升他的水平 跟擴展他的教育方針 那個時代是政治時候在timing上是非常好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通過教育來教育來發展日本的國力 當時代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幾乎滲透到日本全國的國民的每一個角落去了 那這裡面就有很重要的一個叫做 在教育的過程 我剛剛提到的教養 教養其實很重要的是什麼 國民的道德的培養 倫理思想的一個建立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時代有一位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 就是PowerPoint照片這裡 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叫做井上哲次郎 是明治時代的哲學家 提到這個哲學啊 基本上他是從西方傳到東方過來的 所以歐美的哲學有很多 其實日本當時代是不知道什麼是哲學 那麼這個井上開始把哲學的這些知識 一個一個傳到日本去 而且他是把西方的哲學傳到日本去的第一個 最早的一個人物 當然他也是一個哲學的一個教授 另外他對心體師很有興趣 是一個心體師運動的一個先驅者 最後當到這個大東文化學院的總長 大概這個人物是這樣子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說 這個國民道德的一個培養 對宣傳國家的一個發展理念 他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也就是說 這個個人主義如果太濃厚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日本這個社會各位都知道 就是說他基本上的架構應該是集團主義 集體主義 也就是說他不太喜歡有個人主義的色彩太濃厚 尤其在一個團體裡面 是以集體主義尋求一個共識 這樣子的一種國民性來教養 所以這裡面就有說很多問題 比如說個人跟家之間到底是怎麼樣去平衡 那最後出現了一些很多不同的所謂的主義 包括自然主義在文學這一塊有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的這個思想 這個基本上顧敏思義自想自然嘛 那自然是做什麼 自然就是反對這個有反抗的這種精神在裡頭 那麼這個到底是好是壞 對於國家的一個促進有沒有正面的一個幫助 我個人是認為是有 包括像這次學運的這個事情 當然從國內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來看學運 國外也報導的相當的多 我問了很多日本人他們也說 比如說在日本的媒體 那一個月之內前天以後日本幾乎天天在報 這個民主化的過程裡面往前推動 其實台灣在世界上 已經是走在很先端的一個地位了 所以媒體其實也滿關注台灣的 Sono Kali就是好的會報 不好的也會報 昨天下午那個事情一下子就在NHK 所以就出來了 而且那個不但有口述的描述 這個跑馬燈都跑出來 在日本的這個媒體上面 講到就是日本話叫做 Mu Sabe Tzu Satsi Jigen 就是看到人就殺就砍的那種 是真的超恐怖的 這個事情本來從日本的角度到台灣是絕對安全的 因為台灣的治安是很好的等等等等 這個問題如果在國外被軒染了以後 其實那個觀光客會減少 也不敢來 事實上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事實上發生了這個問題 當然它是個案 可是你不要小看那個個案 那對我們的觀光會有影響的 你看哪個地方不安全人家就不去 像現在的泰國 現在的越南 現在的菲律賓 大家都不太想要去 好 那我們繼續再看 另外一個就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這個發達固然有它的好處 可是資本主義從發展到現在 其實還不到三百年 這個資本主義出來的時候 這個三百年不到的時間 幾乎把前面的所有的 我們講的國粹也好 傳統的學問也好 文明也好 全部給顛覆了 因為資本主義確實太吸引人了 那我要講 比如說我現在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的大陸 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 是嗎 不是 有人點頭 我說不是 為什麼 執政當局絕對不承認 因為他們一定說我是資本主義社會 可是我跟那個同學一樣我是點頭的 他現在已經是超資本主義 他的資本主義已經超過台灣了 是真的 可是他還是不承認他是資本主義 他說我是社會主義者 因為資本主義有他好的地方 也有他不好的地方 那貧物差距他就是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貧物差距 我經常講一個 打一個比方 說許老師不會賺錢 一輩子教書 沒有賺錢的頭腦 可是那是我沒有去做生意 我做生意可能會失敗 因為沒有做生意的細胞 可是如果我有錢 我跟各位講我可以賺錢 我可以賺錢 打一個比方 比如說我是富翁 有50億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理財 我可以去找一些理財專家來幫我 我就到東區 一坪四百萬的那個地方看好地點 你們評估好了以後 好 這一棟三億五億你就給我買下來 我就丟在那裡 炒作不炒 當然炒啊 當然炒 因為我有三億 我有五億 對不對 你政府可以去要科我的稅 怎麼弄怎麼弄我都隨你 因為我造腳嘛 對不對 可是我買來以後丟了三五年 我再賣出去 比如說三億買的 三五年以後恐怕四億五億 搞不好六億 我就賺了一半 三五年我就可以賺三億五億了 各位 如果我是台大的教授 要賺三億要幾代 這貧富懸殊太嚴重了 那錢可以賺錢 這資本主義上他出現了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 社會如果貧富差距太大 一定會出問題 對不對 如果說大家是一個軍戶的一個社會 比如說以前孫文講三民主義 軍戶的一個社會 孫文講一句話我絕對相信 而且我也覺得應該做的 他說因為以前我們念過三民主義 在我這個時代 三民主義是大學的必考的考科 你們知道嗎 我在六科裡面有一科 考大學有一個叫三民主義 所以三民主義其實在那個時間 我背著滾瓜爛手 三民主義從頭背到尾 現在忘光了 但是有一句話我還記得 我就寫給各位 這個是孫文講的話 然後呢 住者有欺負 那草沒有用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各位年輕人 不要說買房子 你們將來要租房子 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負端 尤其是你要在台北就業 然後要去租房子 好 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那個房價很貴 可是房價真的那麼貴嗎 以前政府曾經在淡水那個附近 蓋國民住宅之類的 我看到一個那個雜誌 住宅的雜誌在報導 從頭包到尾連土地買下來跟蓋好這樣子 多少錢 我跟各位講 一瓶六萬塊 一瓶六萬塊 那一瓶六萬塊 我們年輕人說其實好 剛結婚我們兩個人生一個小孩 大家說小屋犯大屋嘛 我們不要 我沒錢 我們就省一點 20瓶 好不好 六萬 這多少 成本才120萬 20瓶的房子 那好 你建商給你賺一倍 加一倍 240萬 你已經賺了一倍了 240萬 我們貸款貸得起 我們貸款貸得起 可是你們現在從關渡往淡水去 看能不能找到一瓶12萬的房子 你找出來給我 我馬上去貸款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那問題出在哪裡 建商賺太多了啦 不動產一直炒啦 政府沒有把他壓下來 再來 再來就我剛剛講 有錢人去買來丟著投機 然後再賣 這惡性的循環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這不是資本主義太自由 有錢人你也管不著 我有錢 我用錢賺錢 有哪裡換法 沒有啊 沒有人說你換法 可是整個社會在貧富不均之下 他就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不是嗎 那我們再看新加坡這麼小的一個國家 新加坡的面積恐怕沒有台北那麼大 可是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才多久而已 1940年代以後的事吧 對不對 到現在50年左右的新加坡 為什麼人人稱憲 為什麼人人說 新加坡這個國家治理得那麼好 你去看啊 他小而巧 小而美 非常的精巧 年輕人你去就業以後如果沒有房子住 你放心 你儘管跟政府要求說我要房子 政府他就有義務讓你貸款怎麼樣讓你得到房子 全體喔 不是個人喔 新加坡做到的 曾幾何時 台灣也是亞洲四小龍 有沒有 我們現在什麼龍都不是啦 不過四小龍中間你看新加坡還有哪裡 韓國起來啦 香港也不會比台灣差吧 那新加坡我們不要去比他 對不對 那台灣問題出在哪裡 當然我們要去思考 休息一下 好 提到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後來出現了一個還算滿嚴重的 叫做無政府主義的訴求 無政府主義 那麼無政府主義站在政府的立場 可能有一點這個棘手 所以這個有一個對立的關係 那麼不過在這個時代的一個轉變的一個潮流 有很多思想家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繼續這一堂課 大概會到最後一直跟各位介紹一些 不同領域的一些思想家 他們到底有哪一些人 他們做了哪一些事情 這個繁體制的一些情形出現了 有一位叫做信德秋水 他其實也是明治時代的一個記者 思想家 他不但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一個提倡者 那麼其實他的老師有一個 另外有一個中江趙明是他的老師 那他其實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說所謂大逆事件 這個他是受到處罰 這個大逆事件裡面其實有12個人 他是其中之一 我們稍微瞭解一下什麼是大逆事件 這個信德秋水 事實上他跟他的同鄉剛講的 在1887年的時候 他就到東京去了 那跟著這個中江趙明在學 他希望當一個自由的新聞記者 那他也進了這個自由新聞社去工作去 那這裡面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可能要跟各位介紹這個人物 這個人物叫板環退柱 板環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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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其實是一個自由民權運動者 其實他有自由民權運動支護的一個稱呼 在日本一輩子都提倡自由民權運動 是很受到尊重的一位人物 最後他終其一生到退休的時候 到他死的時候 其實都是兩袖清風 非常的潦倒 但是這個人的人格特質是非常的崇高的 那在我們台灣 他跟我們台灣有很深的一個淹源 在我們台灣中部有一個悟風這個地方 有一個當時算是一個我們台灣出生的一個地主 比較有錢的這個士生 我們稱為士生 他比較有錢 他林獻堂這個人 我想林獻堂是非常有名 大家都知道 你們上網一查就知道 這個人在清朝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說這個動彈的時間 因為馬關條約簽了以後 台灣被日本殖民 那以台灣人的心聲來講 被一個帝國主義者殖民心裡面是不好受的 殖民以後其實我們人最怕是什麼? 失去自由 失去什麼 人權 失去什麼 平等 好 我們現在對這三個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都很自由 我們的人權受到保障 在台灣這樣子的一個民主化的社會裡面 我們也都平等 所以對這三個我們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感觸 可是在被日本人殖民的那個時間 你是被殖民者的地位的時候 你會感觸到處處沒有自由 處處沒有人權 處處沒有平等 這個時候你就有感而發了 而他是一個領頭者 他是一個領頭者 怎麼樣的一個領頭者呢 他地主很有錢 物風 那林家花園 各位你們如果到中部去看 上次其實林家花園在那個文件會 現在的文化局花了很多錢去重建 結果快要落城了 幾乎快要去剪採 落城開始要開放的時候 發生了911大地震 時間是1999年9月21號 把重建的林家花園整個正垮了 整個正垮掉了 但最近又蓋好了 最近又整個蓋好了 就是把他復原了 他當時代其實他有辦一個 也不是他辦的 但是他是捐了很多錢 這個字是樹木的名稱 這個樹木就是快要凋零的意思 也就是說一些快要凋零的臺灣人 對於被日本殖民沒有自由 沒有人權 沒有平等 花出怒吼也好 抗議也好 其實都沒有人理你 但是我還是要抗議 無言的抗議 然後用詩 這個是詩色 寫詩來做表達 寫詩來抗議 可是這樣也不行 像林憲堂他是比較有身分 比較有地位 而且他是有錢的 所以他就請了很多人說 我們應該來發起一個臺灣人追求 自由民權平等的運動 開始起來呼籲 這個時候他知道了那個綁環退駐 在日本是一個自由民權運動的主 他就跑到日本去邀請這個伊達垣 說你可不可以到我們臺灣來幫我們推動 幫我們幫臺灣總督府 日本政府講話 讓我們臺灣人能夠更自由 更平等 在臺灣社會裡面 伊達垣二話不說 就來了 根據我了解 他應該來兩趟 他來的時候應該超過80歲吧 他來就是 因為他只要一來 其實大家一踢到他就說 他是一個自由民權運動 非常崇高的 有地位的人 所以大家就很尊敬他 可是他來了以後 那個總督府也會很緊張 那他跟林憲堂就談了一下 應該是組織業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不會 叫臺灣童話會 這個臺灣童話會 其實我們有講說日本人用童話 用皇民化的政策在思想上牽制臺灣人 或者是向臺灣人洗腦 知名被知名這段時期 從文學 從歷史 從思想 從宗教 有很多領域到現在已經被研究了很多很多了 我們臺大也有臺灣文學研究所 有碩士班 博士班 這一塊也做了相當多的一個研究 那這裡面的童話呢 我看了一面他的意思就是其實希望是 臺灣人能夠跟日本人不要說平起平坐 但是給我們平等的地位 給我們人權 給我們自由 達到這樣一個共識的話 我們要組織這樣的一個會 那那個林憲堂他是在中部有影響力 另外北部當然他一樣有一些影響力 伊達阿基來了以後影響力更大 沒多久就發起了一個會 這個會在臺北車站附近的一個旅館發起 一下子就集合了三千多人 臺灣人 大家來響應 大家來聯署簽名 希望成功 有沒有成功 當然沒有成功 因為那個童話要講人權 民主 平等 自由 對不起 日本總督府做不到 下令解散 然後把伊達阿基幹回去 他說你老了 你就好好回去休息吧 臺灣的事情你就別管啦 我們會處理 就回去 林憲堂辛辛苦苦做了這個事情 有沒有用 不能說沒有用 但是有沒有成功 其實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這是一件事 那林憲堂還去日本找了一個人 這個人 你們很熟悉 也許你們知道 也許你們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的應該沒有啦 但是他來過臺灣也許人不知道 他有來過臺灣也許你們不知道 時間點是在1911年 1911年是什麼年? 辛亥革命年 也就是說這個話說晚清的時候 光緒皇帝要這個接受他的老師 叫康有為做百日維新 有沒有 最後被保守派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以後 告到慈系太后那裡去 慈系太后本來不管事了 後來他又繼續垂臉聽聲 最後栽在誰的手上 應該是這個袁世凱的手上 所以他的老師康有為只有逃命 康有為的逃命是誰幫他救出來的 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人 結果後來在馬關條約簽約的那個主角 叫做伊藤柏文 伊藤柏文護駕康有為 一路把他送到香港 然後逃到日本 逃到日本 這個慈系派人追殺到日本 說康有為不可以載你們國家 這個追殺還不只到日本而已 希望他把他驅逐出境 所以康有為沒有辦法最後有一度 坐了船到加拿大去 可是他去加拿大他覺得沒有用 他最後偷偷又跑回日本去 那梁啟昭最後其實也是應該是被通緝了 再不走恐怕有殺生之後 所以後來也跑到日本去了 日本去他也是鼓吹 這個比如說他辦了這個所謂輕易報 辦了很多報紙 吸收很多年輕人等等 那林憲涵就想要跟他見面 說你是一個流亡者 你是一個被執政當局追殺的一個知識分子學問家 那林憲涵因為讀過梁啟昭很多著作 算是崇拜他吧 所以請你到台灣來看一下好不好 到台灣來看一看台灣人沒有自由 沒有平等 沒有人權的時候怎麼辦 你給我們一些意見 這樣子 梁啟昭來了 帶了一個秘書 還有他的女兒就來了 從這個基隆上路了 一路從台北就到烏峰 他又住到烏峰去 跟剛剛講那個私社跟大家去談 當然他梁啟昭給了這個意見 有給等於沒有給啦 他說30年之內的中國 大概沒有辦法去就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 所以他建議說台灣人去看被英國殖民的 那個有一個地方叫愛爾蘭 他說你去看那個模式 也許你們台灣可以去做這樣子 就結束了 這個也是一個 這個問題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跟台灣有關的 讓各位了解一下 是板環說有特別提到的 那我們回到信德秋水 在1901年的時候他批評帝國主義 那麼在當時算是蠻先進的 那1903年從日俄戰爭之前 幾乎當時的新聞的媒體都是反戰的 但是當時其實有很多人從反戰變成這個戰城戰爭的 比如說這個萬曹報裡面的社論裡面 這個有很多人從非戰論就變成這個開戰的 當然也有點相反的 這裡面我提到一個內村建山好了 這個內村建山他原先是一個主戰論者 他主張去打戰 主張擴張人家的領土要打 可是最後他後悔了 開始反戰 然後一切批評日本的一個軍國主義 這裡面他的主要的思想的一個轉變 不是像剛剛我介紹的那個德富書風 是因為三國干涉煩了 是因為拳頭大的問題 而是宗教給他力量 從宗教的思想信仰裡面 讓他受了一個改變 那麼這裡面像信德秋水 他們就是希望是不要戰爭的 創了這個所謂平民的這個新聞 那1910年因為所謂的大約事件這樣 他被逮捕了 說是有罪的 被判死刑 可是這當時其實國內有很多人認為 對他這個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者 或是無政府主義者要去判死刑的時候 這個過程非常地草率 有一些是捏造事實 或者是並沒有很清楚地去釐清誰有罪誰沒有罪 這樣子 那最主要就是被關上一個說 他們要暗殺皇族啦 暗殺皇族當然要死罪 問題是信德秋水他有沒有真正的參與 其實現在還是一個米這樣子 對 最後他還是被認為他是一個守謀者之一 那環體制運動其實還有很多 我們下面再看婦人 也就是女性 女性裡面的婦人運動 其實也滿多的 比如說像這個叫做品種雷鳥這個人物 他也是一個思想家 作家 那他不管是戰前或者是戰後 他都是一個女性解放的運動手 或者是婦人運動的一個指導者 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傳統的日本的女性 她被受到的束縛 而且從古代一直下來 在日本這個社會所謂的男尊女卑 這樣一個體制之下讓女性喘不過起來也受不了 可是女性還是很保守 很壓抑 沒有錯 但是能反抗的其實為數很少 大家還是忍氣吞聲 然後得過且過就順勢而為 不敢作聲 那他算是一個比較敢發聲的 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做女性解放 他說這個女性應該有她自己的一個思想主軸 在社會上應該有她的地位 因此他做什麼 他從大政到昭和這邊 他呼籲日本的婦女要出來參政 所以他是一個女性的解放論者 一定要參政 從這個時代開始一直到今天2004年 我們回頭去看 這幾十年下來 日本女性的參政者有沒有增加 增加很多了 可是夠不夠 絕對不夠 那個比例實在是太低 我沒有去算 但是女性的參政者很低很低 女性在這個各個領域裡面 要所謂的頭角增容 你能夠闖出一片天的 那比台灣少的更少 所以我每次呼籲說 女同學 你們出去沒有關係 但別忘了要回來 我也相信你們會回來 因為出去到最後都會想家 出去到最後都會想台灣是很好 至少有蚵仔麵線 有臭豆腐 其實還滿好吃的 肉圓 這是題外話 但是以徐老師的經驗就是還是想回來 相當不錯 女性現在在我們台灣要出頭天很容易 我們以人口 然後以機關 或者是以職業筆去做一個統計 女性出頭天的比例高於日本 那個比例相當相當高 你要當大學的教授那當然很簡單 比例也絕對比日本人高 就說教授或是很多領域裡面 我們講政治人物參政的 當大學的校長 當法官的當什麼 只要你有本事 在台灣自由的社會 公平的競爭裡面 對女性其實沒有壓抑 沒有壓抑 可以這麼說 比日本是絕對好 好很多 這個我敢講 所以女性在台灣要出頭天 絕對比你去到日本要闖 更容易 在日本真的就算現在2014年 還是不容易 還是不容易 那是怎麼講 那是一個固守傳統 經過慢慢改革下來的一個 日本民主性固有的一種 怎麼講 宿命 很難去打破的 我們再往下看 好 新婦人協會 這邊有兩個人 這個也是一樣 在 我就不講名字了 你們看圖跟看這個內容 我稍微解說一下 就是 Ichikawa這個人 也是在戰前戰後 他們主導希望是說 女性擁有這個參政權這樣子 那當然也有得到一些結果 另外有一個伊藤也是一樣 他說必須日本的婦女應該解放 讓他們有一個比較自由 能夠發揮的一個空間 也就是說這裡面基本上有很多 這個戀愛的一些關係 傳統的一個束縛是不是可以打破這些問題 好 那下面我們再看一下第三節 第三節就是有關於媒體的發達跟它的發展 從這個御用新聞開始到政黨的激光 一直開放到全國的新聞出現 各位應該解嚴那個時間點還沒有出生吧 我是1984年出去留學 1984年出去留學 那個時候還戒嚴時期 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老婆她是日文系 日文系的畢業她要跟我去留學 其實她不想去留學 是我把她簽下來的 我把她拉去留學 她從頭到尾就不想留學 因為我要去了 所以她只好跟著我去 印著頭筆跟著我去 我念歷史 然後我們是日文系 像各位這樣是同班的 同班同學 那麼她要念說好 既然我到日本去 因為我去九州大學 她就跟著我去九州大學 要念什麼 她要念臺灣文學 念臺灣文學 她要找一個人物 她喜歡了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叫吳卓柳 也許各位聽過 吳卓柳寫了很多日文的作品 在殖民時期 她挑了一個非常有思想上很有問題 思想上很有問題的作品 叫做Azia no Koji 亞細亞的孤兒 也許各位看過這本著作 就以這個為研究的著作 以你們現在來看一點問題都沒有 2014年的時候就什麼問題都沒有 可是1984年問題都多 我當完助教 我就帶著老婆 因為我們畢業就馬上結婚了 她就被我騙來了 去院長室請院長寫推薦行 我們要去留學 院長看到我們兩個進去 然後很高興 這個因為我當了一年助教 所以院長這個對我還不錯 我很認真做事 她說欸 你要去留學了 好欸 這樣子 做什麼 我說請老師幫我寫推薦行 她就好 拿起筆來 筆拿起來要寫的時候 她才問我說 你買什麼 我說我念歷史 她就把筆放下來了 後來就跟我說 你是日文系的畢業生 你為什麼要讀日本語回來當老師呢 你去念歷史將來有沒有飯吃 我說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飯吃 我只是說我有興趣這樣子而已 總之就一直拜託老師 最後她就幫我寫了 寫了以後就換我太太 你看 也要請她寫 然後你要念什麼 吳佐劉 雅西亞的孤兒 哇 我們院長跳腳了 很生氣 要拍桌子 就不要幫你寫 你們兩個搞什麼 就很叛逆 在那個1984年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這個都不聽話 也不好好的這個就是 也不中規中矩 按部就班的 就去念你的這個日本語教育就很好了 你知道念這個東西會出問題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有思想牽制的問題 其實院長是要保護我們 因為我們是他的學生 我們就苦口婆心的一直拜託 我太太在那邊哭 她就講說那就算了 如果這麼難的話 但是最後院長還是 可能他也是很勉強 就幫我們寫了這樣 寫了我們就出去流血了 那話說流血大概也是第三年了吧 我們第一年當研究生 然後碩一碩二 修完要寫 碩士論文的時候 我那老大出生了 這個時候因為要照顧小孩子 我太太忙不過來 她有一點就是說想要休學這樣子 我說不要休學啦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這個 小孩子出生才開始要叫跟養而已 永遠沒完沒了的 不是說你休學將來就可以繼續互學 是不是能夠養小孩也顧到 然後這個碩士論文也好好把它寫出來 其實對我們都是挑戰 我自己也要完成我的碩士論文這樣子 最後沒有辦法商量了一個結果 就是他把小孩子帶回來 然後小孩子讓阿公阿嬤幫忙看著 然後他把所有的資料帶回來台灣 完成碩士論文 因為學問都已經休了 然後去跟指導教授講的這些計畫 指導教授也同意了 因為學問都已經休了 你在日本寫跟回來寫其實是一樣的 那個時候他就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找到吳佐柳的文獻作品 九十幾點 兩大箱就一起寄回來到桃園 那個時候叫中正機場 桃園機場 就被打開了 因為要說你這兩箱什麼東西啊 有這兩箱跟他說是書 然後我就被打開了 應該是新聞局單位吧 打開來一看這五週六的東西 沒收 就這樣沒收 他就打國際電話跟我哭啊 他說算了我就不要做了這樣子 我說不行 我說不行 我說政府沒有這個資格給你沒收 不過那個時候是戒嚴時期 如果要沒收你也沒辦法 那我說我們去跟他談 就是說既然你認為這個是好像有言論的問題 那這些書我只要不拿入鏡就OK了 是不是 那你暫時幫我保管 我想辦法再帶出去就好了 最後也同意了 後來就把那些書又帶出去 在1987解嚴之前 我們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言論了自由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也碰過 那所以1987年之前是沒有新聞言論的自由 媒體的自由都沒有 所以你們很難想像 你們很難想像那個時代 跟現在你們一打開電視 然後這個你們的手機上網等等 這幾乎是無法去想像的 那個整個時代的一個改變 我主要講的是這個 也就是說解嚴跟非 戒嚴時期跟解嚴以後的時期 我剛好碰到 這個時代在變遷的時候 我碰到了 那日本現在也是講 你看看主要的在當時代 有很多主要的報紙 像這些現在各位都是非常清楚的 這些報紙 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介紹 不過像這個東京日新聞 油辯報紙新聞 這個獨賣新聞 這個朝日新聞都是很大的新聞 創刊什麼時候各位都知道 也就是說他們的一個媒體的一個發達 一個展開 那另外一個是雜誌的部分 明流雜誌在之前 我們已經各位介紹就是明治六年的時候 那個雜誌在1874年創刊非常重要 還有剛剛我們介紹的 德富初風的國民之友 三宅的日本人等等 這些都是非常有名 現在各位可能比較熟的是1899年的 那個中央公論一直到現在都來了 明治後期有關於文學的這個部分 文學的部分 又有很多不同的思想的一些主張出來 像浪漫主義的 自然主義的 還有比較 各位比較 在近代文學裡面也許各位還算是滿了解的 一個是夏末漫主義跟森鵝鵝鵝鵝鵝 我們也跟各位介紹一下 比如說有一位日本最早的職業女作家 叫做樋口一舅 那麼換句話說最早 所以職業女作家在她之前當然有作家 可是她是業餘的 不能當職業 所以她是一個改革者 那這個人在2004年的時候 日幣的紙鈔會更版 換版 為了防止這個紙鈔被偽造 在日本每20年會換版一次 每20年換版一次 那上一次換版是2004年 現在是2014年 應該在2024年的時候又會換版 那他們換版的時候在紙幣上面有很多肖像 可能會跟著換人 但這些人在日本他是比較柔性一點 他不會像這個像人民幣一定用毛澤東 台幣一定要用這個蔣介石或者是順文 不是這樣 他其實是非常柔性的 那我們就來看日幣寺一舅 日幣寺一舅之前的5000元紙鈔的人頭像是誰 是那個新度護道長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武士道那個作者 那我們介紹一下日幣寺一舅 他是日本小說家在東京出生的 他很多名字 我就不講了 相當多的這個名字 他不但學古典 而且主要就是去學小說 小的時候生活非常的困苦 但是發表的作品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竹倌比 他是比較代表的一個作品 那但是他因為得了一個很嚴重的 當時代是幾乎是絕症 叫海桂格子 會結合 24歲就死掉了 但是他留了不少的一個作品 那麼它是我用紅筆標的 紅字標出來 就是說近代以後 日本最早的一個職業的女流作家 特別是她雖然生命非常的簡短 才要開始 她的生命就結束了 可是在她結束之前的一年多以前 她大概留下很多很多的作品 在她走了以後 近代文學史 在日本近代文學史這一塊 留下非常多的 這個讓大家很懷念的一些作品 因為她本身這個怎麼講 就是說家本來是很好 但是最後沒落了以後生活非常的困苦 做生意 失敗了等等 所以她又因為歷盡了一些 比較人生的一個所謂蒼蒼的那一面 所以最後她自己有感而發 去從事這個寫作 她甚至於開過那個掌握店等等 那麼她的問題 有一個所謂雅俗澤宗的這樣的問題 這個很像是之前我們介紹的 那個伊哈拉賽格 大家的一個文風這樣子 那麼在明治時期的女性來講 她尤其是作家來講 她算是一個比較突出的 而且怎麼講 她的這個作品有她的這個賣點 尤其是對於思春期的少年少女來講 去描述當時的一些 這些年輕人的一個內心的一個世界 是得到很大的一個共鳴 不但她的小說日記等等 這個在文學的領域裡面 都有很高的一個價值 因此在2004年的時候 就被選為一個 這個五千元紙鈔的一個肖像 我們也介紹一下 這個2004年應該是平成16年的11月1號開始 新度護稻照的五千元的人頭像 就被她換掉了這樣子 那麼這個肖像其實自古以來 他們都有不同的 不是英雄人物而是我的感覺就比較像這個文化人 不過這個其實以前不太有肖像 那出現這樣一個肖像算是非常的難得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收過兩千元的日幣 有沒有 兩千元 兩千元的日幣 兩千元的日幣如果你們有收到 不要用 不要把它存起來 因為那個是在日本開 我記得是G8的時候 就是八國高翁會議的時候 應該是在琉球開的時候 為了開那個會去發行的一些紀念幣 紙鈔 那個紙鈔很好 我有兩張 但都送人了 一張送我媽媽 一張送我岳母 我自己沒有 那個紙鈔上面有什麼 一面是原事物語 原事物語的內容 就是那個指示部 另外一面是什麼 琉球的 納霸的手禮符 這滿有代表傳統的那個 因為在琉球嘛 那個兩千元的紙鈔 那個不流行 不流行 你現在在 可不可以去拿去買東西 當然可以 不過你一拿出去 人家馬上把你收了 就不還你 一張兩千塊的那個 我們台幣好像也有兩千塊 有沒有 我們台幣也有兩千塊不錯 因為上面有櫻花鉤紋龜 快絕種的那個魚 有沒有 等等 像這個都有 其實日幣你要偽造是比較難一點 可是這個所謂二十年他們會換一次 那一千元以前是拿紙梅蘇士基 現在也被換掉 換了一個叫野口英士 他是一個病菌學家 最後因為研究這個病菌傳染病 自己在南非染上了 然後死掉 這個人以後來也被挑出來了 那只有一萬年的紙鈔 一紙是不倒翁 福古拉瓦雅吉 還是這個殘年 好 那我們接著跟各位介紹 就是看一下這個第四節裡面 有浪漫主義者 左邊有一位北村透谷 是評論家 是詩人 那文藝評論是他的一個專長 那他的等於是老師吧 受到很大的影響 就是那個島崎透尚 我們看右邊這個 受到他的這個影響還滿多的 那他是一個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 這個時候就是浪漫主義 自然主義的一些文學作品 在明治的後期就不斷地就出現了 那這個是非戰論者 剛才我們提過的這個 悠沙阿啓國 另外 浪漫主義還有很多人 全靜花也是一個 這個小說家從明治後期 一直到昭和的初期 非常活躍的 他也懂戲曲 也懂排劇 創造了不少的這個作品 對於江戶的一些文藝 他是很喜歡 受到一些影響 另外一個我們看一下 有一個叫國木田獨步 那其實他早期也是一個Janalyst 這個出生在千葉 秋喜這個地方 但是最後他搬到廣島 搬到山口 這個到處去 怎麼講 搬了很多家 做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那主要他是跟印外一個 非常有名的日本的民俗學家認識 所以受到他的影響很是 這個人物叫柳田國男 柳田國男在日本的民俗界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 非常有名的一位民俗的人物 那還有繼續我們再看 這個田山花袋也是一樣 他 那個時候其實他們都有很多作家之間 因為理念相同 比如說我們都是贊成自然主義的 自然主義的那一票人自然會交往比較熱絡一點 但是他們的作品還是有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特色 是代表著所謂的自然主義的那種比較濃厚的一個色彩 那他有比較代表著作像這個蒲團或者是 《園拉加教士》 就這些是自然主義派的一個作品 另外他也寫一些記型文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整理一下 讓各位更清楚的看一下 就是說明治後期的文學 從二十年代後半的浪漫主義 到三十年代的自然主義 可以分成不同的一些代表 我們可以看到左邊 包括森尾萊 Higuji Ichigo 島崎東山等等這些人 好 這邊我特別介紹這個就是 德富如花 有不如歸 自然與人生 這個德富如花就是書封的弟弟 就是德富書封的弟弟 可是走的路完全不同 他是一個作家 那三十年代自然主義的作家跟作品 在這個右邊 你可以看得到 那這邊呢 跨兩邊的被稱為 他既然是 又是辣漫主義 也是自然主義 像這個島崎東山 他就是作品有兩個主義都表現出來的 也有這樣的一個作家 那次美創世紀 所以這個大文好 我想不需要我太多介紹 但是可能各位不是很清楚 那次美創世紀他出生在日本的熊本 熊本這個地方 應該是第幾高校畢業的 我曾經到熊本大學 現在如果各位進到熊本大學的校園裡面去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次美創世紀的一個小博物館 這個小博物館 我進去看了 裡面有他的聘書 這個聘書上面還要寫他的月薪是多少 是文部大臣 所以文部大臣就是我們的教育部長 直接給他的一個聘書 聘書的名稱是寫教授 然後一個月多少錢上面寫進去 那個錢他特別在做說明的時候 他每一個月領的薪水比教育部長還要高 還要高 這個夏美創世紀 我想他的作品 我跟海外 《猫帶有》 這是他的最典型的一個作品 那剛好本系有一位很有名的老師 是專門研究的 范淑雯老師 專門在做夏美創世紀的研究 下面我們跟各位也介紹 另外一個是大文豪就是莫尼歐 莫尼歐也許各位只知道 他是一個文學家 可是我告訴各位 他跟台灣是有關係的 這裡面我稍微介紹 也就是說他是名字大正時期的小說家 評論家 歡義家 主要他的出身比較特別是陸軍的軍醫 等於做到中將這樣子 他有兩個博士在那個時代 一個叫醫學博士 一個叫文學博士 相當的不容易的 那他曾經到德國去留學 回來以後寫了很多作品 但是跟清朝戰爭以後各位看這裡 他因為台灣被日本人 就割讓給日本以後 他曾經有四個月的時間被派到台灣來當軍醫 所以他跟台灣是有奄緣的 那麼這個部分其實也有人做研究 就是說他到台灣來很短的時間 也留下一些作品 可是當時他的身分 他是軍醫而不是作家 晚年就在很多博物館裡面當館長 這個以上也跟各位做介紹 那後面這兩個人物其實我都講過了 在前面我們就講過 就不再重複了 那有一本書我還是勸各位去看一下 就是Nitobe Inaro的Rushito 這個他講的是日本精神 日本精神到底是什麼 這一本書值得大家去暑假的時候 有空看一下好不好 OK 謝謝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下課